面板业最近这几年真的是亏损连连 但是政府终于要出面来力挺了 刚有提到经济部抱怨审查的第三波 陆资开放检讨案当中 面板跟半导体这些关键产业 将建议要取消陆资餐股上线的比例 那一旦真的通过核准的话 以后陆资来台湾餐股面板业 就会采取专案审查 而餐股上线也将是个案来决定 春暖花开冷嗖嗖的面板业跟着回温 因为经济部研议中的第三波陆资来台 开放餐股的面板业 投资金额10%的上线很有机会取消 面板投资餐股上线取消 国内面板双湖都持正面的态度 欺美店表示乐观其成 强调台湾与大陆面板供应往来密切 如果开放投资将深化两岸合作关系 势必有所注意 而友达总经理彭双浪也强调 只要符合政府两岸的政策要求 投资餐股友达都很欢迎 面板投资上线松绑 业者也将有更多的自主经营弹性 我们现在不晓得到底 它所谓进口关税的调整会是什么方向 我们也希望面板能够放到 A法的这个里面来谈 而入资餐股上线 原则上是以专案审查的方式 而且规定入资不能拥有控制权 全案行政院将在近期内审议 才会拍板定案 只是面板厂资本额很大 10%的投资金额已经从台币80亿起跳 另外以目前友达与奇美电而言 最大股东持股比率都未超过20% 股权相当的稀释 因此是否应该放宽 投资上线也引起外界关注 动材新闻众好报道